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之前所统计的数据 近几年,胃部疾病的发病率不断攀升 大约达到了80% 尤其在中国,胃病总人数更是高达1.36亿左右 这些胃部疾病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这些胃部疾病的类型虽然各不相同 但如果不及时治疗 时间久了都可能会发展成为胃癌 在这些胃部疾病中 慢性胃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 病情可能会逐渐恶化 出现贫血、消瘦、消化不良、食欲减退等症状 出现胃部问题以后 建议应该及时治疗各种胃部疾病 避免病情恶化成为胃癌 1.胃病的诱因有哪些? 遗传,虽然胃病并非遗传病 但部分胃癌患者存在家族聚集现象 这可能与遗传有关 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 患胃病的概率也会增加 性别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胃病 这部分是因为男性的 幽门罗感菌感染率更高 饮食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饮食不规律 暴饮暴食 高盐饮食等都可能对胃黏膜造成刺激 引发胃病 幽门罗感菌感染 这种细菌的感染 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的重要用因之一 精神压力 长期精神压力过大 焦虑抑郁等也可能导致胃病 二 胃病不能吃馒头吗 馒头 作为我国北方地区人民喜爱的主食之一 其制作主要利用了小麦粉 酵母菌等微生物进行发酵 经过发酵后 再通过蒸煮的方式 将其制成一种 具有疏松多孔结构的食品 馒头的主要营养成分 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同时 还含有人体所需的 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与大米相比 小麦在湿制方面略显不足 因此通常被加工成面制品 或干燥成麦片食用 然而 小麦在养胃生津方面的效果 稍逊于大米 但在补益器冲行方面 却有着更好的效果 因为胃病患者不能吃馒头 是由于馒头不容易消化和吸收 但其实这样的想法 完全是错误的 与之相反 面制品在经过发酵后 其制器作用会大大减轻 更有利于人体消化 所以 对于胃病患者而言 适当合理地去吃馒头 反而可以帮助养胃护卫 实际上 除了馒头之外 烤馒头片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胃食物 当馒头片经过烤之后 会在表面形成一层糊化层 这层物质能够中和胃酸 抑制胃酸分泌 从而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对于慢性前表性胃炎患者 以及大部分肠胃不好的人来说 适量食用烤馒头片都是非常适宜的 但需注意烤制馒头片的火候 应将馒头片烤至金黄色即可 避免烤糊 肠胃不好的人也不应过量食用 每次吃一道二片即可 三 医生提醒 想要喂好 尽量避开这四种食物 一 油腻食物 避免食用油腻食物 是养护胃部非常重要的一步 油腻食物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胆固醇 不仅会增加身体负担 还可能影响消化和吸收功能 因此 我们应该尽量少吃或不吃油腻食物 如油炸食品 烤肉 肥肉等 同时 油腻食物的摄入 也与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关 避免油腻食物 不仅可以维护胃部健康 还有助于预防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生 为了胃部健康 建议大家少吃肥肉等油腻食物 二 辛辣食品 许多人都是无辣不欢的状态 几乎每顿饭都少不了辣椒 但是辛辣食品却会不利于养护胃部 辛辣食品指的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食物 如辣椒 花椒 大料 姜 蒜 葱等 这些食物中含有一种名为辣椒素的物质 它能够刺激胃粘膜 导致胃粘膜损伤 从而引起胃部不适 对于已经有胃部不适的人来说 辛辣食品的刺激作用会更加明显 加重胃部疼痛、反酸、矮气等症状 三 豆制品 豆制品含有高浓度的蛋白质和纤维素 这些物质对胃部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然而 对于胃部不适或胃病患者 这些蛋白质和纤维素的摄入 可能会增加胃部的负担 其次 胃部需要分泌大量的胃酸和消化酶 来帮助分解蛋白质和纤维素 然而 如果胃部功能受损 这些高浓度的蛋白质和纤维素 可能会在胃部滞留更长时间 从而加重胃部不适或引发胃痛 腹胀等其他消化问题 此外 豆制品中的一些物质 可能会对胃部产生额外的负担 例如 大豆制品含有较高的脂酸盐 这种物质可能会降低胃部酸度 从而影响胃部消化功能 所以 胃不好的人需要远离豆制品 四 巧克力 巧克力中含有可可碱 这种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刺激作用 可能会让人感到兴奋和焦虑 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 他们的身体消化和吸收可可碱的能力可能下降 这可能会导致胃肠道不适或加重现有的症状 其次 胃食管反流病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其症状包括烧心 反酸等 巧克力中的糖分含量较高 吃太多巧克力可能会导致胃酸分泌增加 从而加重胃食管反流病的症状 四 养胃冠军公布 这五种食物多吃 养胃又护胃 一 苹果 含有大量的果胶 可以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同时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缓解便秘 二 香蕉 含有丰富的甲元素和果胶 可以减少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 同时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缓解便秘 三 樱桃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有助于消化 四 南瓜 含有大量的果胶和碳水化合物 可以保护胃黏膜 同时促进肠胃蠕动 有助于消化 五 葡萄柚 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C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有助于消化 五 年轻人想要重返健康 养胃应该怎么进行 一 健康野食 避免过度饮酒和吃辛辣 油腻 刺激性食物 如辣椒 咖啡 巧克力等 这些食物可能刺激胃黏膜 导致胃炎或溃疡 增加摄入高纤维食物 如蔬菜 水果和全穀物 有助于胃肠蠕动和消化 二 注意野食习惯 维持规律的野食时间 避免长时间空腹祸过饱 慢慢咀嚼食物 避免匆忙进食 避免在临睡前进食 尽量保持两小时的空腹 三 管理压力 长期的精神紧张 焦虑和压力可能导致胃部不适 采用有效的减压技巧 如适度运动 放松技巧 良好的睡眠 良好的睡眠等 有助于减轻压力对胃部的影响 六 养胃的两个雷区 胃不好的人误入 雷区一 喝粥养胃 不少人认为喝粥可以养胃 但实际上 对于胃酸分泌过多的人来说 喝粥可能会导致多余的胃酸 无法参与消化 增加反酸 烧心等问题 对于消化功能较差的人来说 长期喝粥养胃的做法 还可能让胃部用尽废退 导致胃病加重 因此 喝粥并非人人适用 要结合自身情况 慎重选择 雷区二 大蒜杀菌养胃 虽然大蒜具有抗菌作用 但并不能杀灭幽门罗赶菌 因此无法用大蒜防治胃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